透過影片與大眾分享 民進黨屏東縣黨部族魏李清盛 從年初表態參選屏東市長以來 原本僅規劃100場的座談會 在鄉親的要求下已加開至200場 其中涵蓋交通基礎建設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 以及建構全人關懷網絡等 以觀光休閒三支建委願景 期盼打造屏東市成為觀光城市 同時也暢談 縣市同步執政願景及決心 從7月1號開始 我們就辦市長初選的座談會 那我們的目標是到12月底 要辦100場 非常感謝我們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大家在座談會上面 就一場接一場 我們也很詳實的 跟大家來報告 我們未來屏東市的一個展望 特別是我們期待配合縣長 在屏東市縣市的同步 縣市的合作 讓屏東市可以脫胎換骨 因為50幾年來從來沒有縣市同步過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那另外我們就是也針對屏東市 我們來診斷 我們希望屏東市要注入更豐富的觀光產業的元素進來 才可以帶動更多的觀光客 他們到墾丁大盆灣小琉球 我們也希望也可以帶進來屏東市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契機 所以人流進來我想物流金流 所有的就會流通 百業就會興盛 至今日辦理的200場說明會 有超過6000人以上市民參加 包含超過50位的校長 40位里長 社區理事長等 可說是走遍屏東市每個角落 深感民意的支持 鼓勵及期許 因此希望能盡全力回應鄉親的期待 我們非常感謝這200場的一個座談會 當中有很多很美好的故事 包括有超過50位的校長參加過我們的座談會 有超過40位的里長 社區理事長 也參加過我們的座談會 當然有包括教授 有律師 有國際社團 那我想這個遍布在整個屏東市各階層 那我們希望這樣美好的故事 可以繼續來傳流下去 我們像明天還有三場的座談會 我們會一場一場跟我們的市民朋友 來很負責任的來做報告 我們希望屏東市大家有一個共識 有一個共鳴 就是希望看見屏東市的進步 屏東市民的福利 我們全力來爭取 今天的突破200場座談記者會 剛好也是李清盛的生日 在場支持者也特別準備蛋糕桶了 感謝李清盛擔任主委期間 積極生根基層 做公益助落勢 照顧原鄉及清寒學子等親民作風 而李清盛也再次表達 期盼能為民進黨披掛上陣 全力以赴 給屏東市民全新的期待 頻道新聞不會聽楊正義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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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